新北市府这样的构想是利益良善 但是会不会太天真了呢 因为四大超商业者都私底下表示很惶恐 现在光是满烟要证件就已经有许多纠纷了 如果不用证件就可以去吃免费的餐点 担心会有更多的麻烦 许多学生听了就很开心 说以后只要肚子饿 不管要不要通报都会去超商吃免费餐 政府打出急难餐要让需要的小朋友 在急难的时候有一餐温饱 但距离时事的日期只剩下四天 配套措施似乎还没做好 超商店员得到的资讯是要核对证件和政策有所出入 标准不同 到底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也很难分辨 民众看法也很两极 我就是怕小朋友乱买东西 你帮助人家是一个好意 但是要帮助到有目的的 那你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去 凭个单子就可以使用 很饿家里又没东西就要去吃 不用太在意 起码在最为难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餐温饱 需要的小朋友担心饿了没东西吃 家长也担心孩子养成坏习惯 审核条件太过松散 庞大的经费羊毛输在羊身上 校方表示会尽力辅导 当然学校会对孩子可以正确的一个观念 其实社会资源来之不易 一定要去珍惜社会资源 但是不核对证件不能证明消费者身份 政策有无法针对目标族群来做统整规划 全民买单救急不救虫 只能讨厌大众的道德标准 投资源